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 相信大家昨晚有留意社交媒體應該會看到一段影片 就是一個疑似家用虐待小朋友的影片 這段影片只要你打開社交媒體 基本上都會看到 我們先看看這段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就是一個中年的女人把小朋友拉出去 她的行為是非常粗暴 而這個女傭是一個印尼籍的女性 大概30歲 她就事緣觸發了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的罪 治安警察哥在今天就已經將她移送發辦 之前我在各大論壇就看到有網友投出 請個斌斌 八千元都請不到 斌斌都這麼難請 現在又搞單這樣的事情 以後真的大家對請斌斌可能都有一種心理陰影 還有大家試想一下 斌斌應該都知道有個攝像頭 都這麼粗暴對待小朋友 不知道她在鏡頭後會怎樣對待小朋友 那我看回她的情緒和種種行為 我覺得應該不只是第一次這樣做 如果是我的小朋友 我看到這樣的事情 心裡真的有多痛 那印尼僱傭這樣做 一來就是他們家裡的相處模式可能出現問題 二來就是僱傭本身自己就有一點情緒病才會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都不會這麼隱心 對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落毒手 好幾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各位我是S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